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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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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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点筹码可没资格入场 好疼 参皇组织 参皇织 珍珠 躲 藏龙主是你 鱼 吉 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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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支朝向各不相同的影夜灯 显而易见的提示 嗯 但这真的是影夜灯吗 是 怎么了 哪有这么大的影夜灯 依我看 这应该是烟恶鹰 五大家系没有鹰 只有影夜灯 我为什么要跟你争这个 看起来 好 好 不会 看起来 刚才不会写 果不其然,这就是正确答案 真是伟大的发现 要不我把加入天才俱乐部的机会让给你吧 真的? 我以为你早放下了呢 这就是个该死的玩笑 你一点也听不出来吗 这里头够气派啊 看来星期日先生是完全不打算给自己树立清高的形象 要我提醒你吗 这里是梦境 这座公馆的装潢再怎么豪华 也不会影响匹诺康尼一丝一毫 别在无聊的地方找家族的茬了 嗯,你说得对 家族的破绽只能是死亡 星期日肯定也是这么想的 咱们下楼吧 哼 咱们下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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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赏 咱们下楼 毫无风险的回报还算不错 等等 怎么 走错路了 没走错 但这是门上锁了 朋友 你真跟他约好了吗 这是个测试 在正式谈话前 你得先向星期日证明自己的价值 如果我没猜错 我们得在这座大厅里找到开门的方法 否则此地就是你我的监牢 哦 密室逃脱 我喜欢 严肃点 没人跟你玩 先回头吧 提示多半就在那座闲眼的沙盘里 哟 好大的沙盘 等存够钱 我也想给自己盖洞这么高的楼 看这边 模型上有个非常明显的缺口 我大胆猜测你是对的 上次来时还没这缺口 显然是那个男人有意不知 那你天才般的大脑 一定还记得这里原本放着什么吧 教授 当然 私下搜查一遍 只要看见 我就能认出来 好好 我怎么感觉 咱们这是在攻读入室盗窃学的学位呢 这是对的 这是对的 完之调 非常的不容易 小孩子 员 小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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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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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缩小的岁路 如果我是你 就会立刻闭嘴 不该说的话少说 简直就像是搭积木 我从没搭过积木 不知道和累筹马比 哪个更有意思 看 严丝合缝 堪称完美 接下来呢 天哪 我变小了 我这是在做梦吗 你的确是 教授 你变得好高 我竟然来到了沙河里 还变得这么小 要不咱们就这样离开 你再找个机会把我塞进星期日的衣领里 就用这种方式打入家族内部 好吧 我就开个玩笑 咱们还是找找开门的办法吧 不过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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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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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魔形 魔形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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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什么情况?家族的玩具都会碰瓷 我可什么都没做啊教授 你要为我作证 我没看见 扭弹机 地上没有能操作的地方 是头顶上那个? 教授 帮我个小忙 还真是谁啊 这些魔形连内部构造都和真实建筑一模一样 区别只是没人居住 星期日把这么个微松模型摆在每天起床就能看见的地方 他真把自己当成匹诺康尼的巨人了 还有一枚碎片飞到楼上去了 得通过弹珠机蹦到那里 但多半没这么容易 果然 这边只有个弹珠机的底座 空空如影 教授 又得仰仗你的智慧了 不用大喊大叫我听得见 弹珠机模型肯定和拱门一样 放在大厅某个地方 等着 我马上回来 总算能安静一会儿了 好可 不分 不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宝兵把命 有话好好说呀 苍龙卓世 哼哼哼 没情没重 灵狐灵狐 说的爱 破分 好疼 好疼 就是他了 愉快的独树时光 总是转瞬即逝 你回来了 把它放在这儿就行 感激不尽 多谢了 角兽 多谢了 角兽 大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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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真该进来看看 太壮观了 我敢说你轻轻一捏就能把我弄死 只要本人同意 我立即执行 全都能把你弄死 放在这儿就能把我弄死 就能把我弄死 首席 剩下 你脱轻的 弱事 全部搞定 轻轻松松 好 试试手气 别出签啊 苍蝇卓士 一无所有 或者赢下所有 买了 一心同开 小心 生神恶鬼 有老子走 小鱼 走 苍蝇卓士 一无所有 或者赢下所有 小鱼 小鱼 一心同开 小心 走 买了 苍蝇卓士 小鱼 小鱼 生神恶鬼 有老子走 小鱼 一心同开 小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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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这样的队子在上面这个环境颜色 要不然有了 当然不能改善用 这样就暂时了 那就不开 自己的练习 这德逢的 不, 太多了 哼哼 藏龙卓士 保命保命 一無所有,或者贏下所有 全部搞定,輕輕鬆鬆 obstruct 衝動 托 衝動 對爆發 Rein襲 1.2.3 来吧 不,我会把这段有趣经历当作牌桌上的谈资的 很遗憾看到你活着离开沙盘 星期日就在这扇门后 以我粗浅的见解 他不是什么好对付的人 你准备好了吗 嗯 我更相信要做好准备的是他 说说你的计划吧 没什么计划随机应变 与人交涉的筹码无非两种 利益或者恐惧 看来你的确不理解真诚 我还不够真诚吗 不用特意强调 我们要好好利用死亡 那男人的妹妹死了 她肯定坐不住的 这就是恐惧 而我会帮她把那个杀人凶手揪出来 按于身份和立场 她自己办不到这事 但我可以 这 就是利益 你凭什么觉得她做不到 非得委托一个立场对立的公私人 很简单 因为那凶手 很可能是潜伏在家族中的叛徒 你之前指控的可是那个巡海游翔 那就是个借口 教授 那女人不对劲 我需要有人牵制她 在我们行动时 视野外的变数越少越好 我也需要知道她是什么人 如果我的好运货真价实 她一定能成为重要的棋子 而在这件事上能帮我的朋友 越多越好 但说真心话 命案多半和她无关 我依旧是那个观点 肯定是家族内部出了问题 不然我们的星期日先生 为何要安排私下会面 这不是一场审讯 而是一次秘密谈判 看着吧 你只羹鸟的死为筹码 我会为自己赢回自由和力量 最后 我会颠覆这场美梦 创造最盛大的死亡 如果踏进这扇门 就能迎来凯旋的机会 哪怕概率无限趋近于灵 我也没有犹豫的理由 不是吗 你凭什么觉得自己能赢 该死的赌徒 三枚筹码足矣 所有或者一无所有 看来我布置的谜题 对你还是太简单了 公司的时间 承蒙谬赞 也感谢您花了这么多心思 来欢迎我 星期日先生 只是这实在不像 诚心邀约之人会做的事 所以这并非邀请 而是传唤 在谈话开始前 我需要对你的品性 做些考验 我猜 你身边这位博学的朋友 帮了不少忙吧 当然 您应该比我更清楚这点 他已经忠实地履行了自己的职责 对吧 嗯 此前教授为你高贵的人格做了保证 他说你们二人的心地一样正直 是家族可以信赖的对象 我现在非常了解你的为人了 沙金先生 你勤勉 慷慨 乐于合作 又成功穿越重重阻碍 来到我的面前 这令我有理由相信 你的智慧与果敢 但有一件事 我是要质问你的 那就是你的才智 偏偏用错了地方 令你约见不该约见的人 出现在不该出现的场合 目睹了不应发生的惨剧 您的脸色看起来不太好啊 姑且确认一下 让您感到焦躁的是我吗 如果不是 那我就是站在您这边的 如果我没理解错 你这番话 可是对家族提出了 极其严重的指控 您确实没理解错 因为邪恶正在您的身边 悄然滋生 我们不必遮遮掩掩 来谈谈您的妹妹吧 令妹的才能在演艺界 无出其右 可您也知道 回到匹诺康尼后 她的声音就一直不太协调 更可怕的是 她现在再也无法歌唱了 谁做的 人们都觉得凶手在外来者中 但我知道 您心里另有答案 如今 您高贵的身份反成了镣铐 让您无法出手 缉拿凶手 会令妹报仇血恨 您孤立无援 才会感到焦躁不堪 但别担心 我是站在您这边的 沙金先生如此为我着想 是我莫大的荣幸 那么 你这样无私慷慨的人 应该不会要求回报吧 当然 您不会因此损失什么 我只想取回 本属于自己的东西 人身自由 还有家族保管下的随身物品 内带礼金 还有 存放基石的匣子 没错 基石 我听闻那是战略投资部的宝贵资产 封存存户令史大权的盛实 列位清算专家 各自只有一枚 如此贵重的物品 恐怕只比其他回报更为昂贵 但您也知道 若想真相水落石出 一点高昂的风险 是必须的 沙金先生 出门在外 你会时刻关注自己的仪容吗 领带应在正中线上 衬衣不得从马甲中露出 裤线必须笔直 且始终对其携头地嘲笑 当然会 但我不会 因为这不得体 你应当在出门前就确保一切井然有序 绝不便宜 我从不承担任何风险 基石必须由家族来保管 真没得了 别让我拒绝第二遍 唉 行吧 只拿回礼金也可以 这你总该给我了 一个商人如果没有交易的筹码 恐怕寸步难行啊 你的妥协比我预想中还要快些 可惜比起商人 赌徒才更需要筹码 我可以给你礼金 但在这之前 我要你亲口告诉我 这个被你果断放弃的匣子里 究竟存放着什么 三重面相的灵魂啊 请你用热铁烙他的舌和手心 使他不能编造谎话 立定假采 你做了什么 铜鞋的光照下 一切罪恶无所断行 我恳请他降下光芒 并带他向你提问 接下来 你用113秒的时间自证清白 得到我的信任 如果我拒绝回答呢 那就试试看 看铜鞋会不会拒绝你 试问 你是否只有基石 是 很简洁地回答 你也明白言多必识的道理 你在入境时 是否将基石教育家族 是 你教育家族的基石 是否属于你 是 此刻 你的基石是否就在这个房间里 是 你的记忆是否没有遭到 任何形式的篡改 删除 包括但不限于流光一亭的技术 是 你是否来自 茨冈尼亚的哀维金氏族 是 你连这个都知道 是吗 不是 你是氏族中唯一的幸存者吗 也许吧 你增恨 并想要亲手毁灭这个世界吗 我不知道 有趣 那么最后一个问题 你是否能够立室 此刻沙金石 正安然无恙地躺在这个匣子里 当然 看来我们能得出答案了 拿开它吧 拿开它吧 沙金先生 这是你维护自己名誉的最后机会 请 你在找的 是他们吗 既然您如期赴约 博学的教授 这是否意味着 您愿意在这场闹剧中 站在家族这边 是什么让你觉得 自己可以拉拢我 我已有所耳闻 您与沙金先生的相处并不愉快 我也知道您是一位真正的学者 对知识的追求 大过其他一切 那您应该也明白 一位合格的学者能认清自己的位置 不会为无聊的尊严 丢失更重要的东西 若您同意协助家族 我会把我们对星河的研究成果 如数奉上 您应该很清楚 除了家族 没有任何派系 愿意分享这样的知识 我需要沙金先生的全盘计划 你们不都把他的基石扣下了 拔光了毛的孔雀 可飞不起来 但我也听闻战略投资部的十位精英 极为团结 在公司利益面前 共同进退 你可以把话说得更明白些 沙金先生成交的基石 当真属于他本人吗 你怀疑他会把别人的基石交给你 你把实心实人想得太团结了 那玩意儿 可比他们的命重要得多 但您也知道 他是个疯狂的赌徒 欲是声势张扬 欲要细心提防 我从没想过会有人和他思路一致 说真的 你最好去看看心理医生 拿来吧 存放基石的匣子是特制的 除公司高层级相关人员外 没人能打开的 但我恰好威劣其中 老家 很遗憾 你猜对了 金黄色的石头啊 他的色泽和克里伯胜体的光芒如出一辙 这正是他准备用来欺瞒你的说辞 他不会告诉你 实心实人 许以自身意志开凿基石 令其绽放独一无二的光辉 而这颗金黄色的石头 属于托帕 他的别名是黄玉 不是杀鸡 如何 要找他对峙吗 暂且不必 我现在更希望知道 属于他的那枚基石在哪 最安全的场所 你绝对想不到的地方 因为他根本就没打算藏起来 从最开始 那颗基石就已经在你的手里了 原来如此 这行李袋 将比性命更珍贵的基石 混在一堆低贱的珠宝里 伪装成礼金等待被扣押 倒确实符合那位杀鸡先生的风格 然后再随便编个理由 避重就轻 找你把礼金要回来 这市场赌局 他可太熟悉了 赌的就是你一朝不慎 满盘皆输 博取的教授 感谢您的帮助 家族自会答谢义人 至于恶徒 愿他退后受辱 多亏你有一位眼光独到的朋友 我才能为你的职业生涯 天上一次彻底的失败 拉蒂奥 你这混蛋 原形毕露了 顺便一提 你的生命暂时只剩下十七个系统时了 珍惜这段时间 好好回味失败的余韵吧 你不妨把话说得更明白些 我方才为你施行的 是铜鞋的圣喜 你本应在他的光照下展现忠诚 却一意孤行满口谎言 将洗礼便做了审判 我实在没有理由为你解开它 这就是所谓的铜鞋 建立在拘禁和逼迫之上 你误会了 杀金先生 刑罚是为谢满之人准备的 但我看到了你坚韧不拔的内心 因此要赐你心生的可能 这十七个系统时里 你无法离开梦境 也无法与任何同伴往来 你只有两条路可走 这取决于约定的实现内 你能否完成我的考验 若成功 你便能融入协约 与万千家人同在 若失败 则将承受无限夫长的怒火 坠入万劫不复的深渊 所以我才特意强调了 暂时二字 该死的 听起来我的下场横竖都一样啊 我确实需要一位仆人 助我从外部找出 家族中潜伏的邪恶 而我会自内向外肃清 在十七个系统时内 将真凶捉拿归案 等时候到了 就将你的发现通我和验 如果我们二人的判断一致 或者你能带给我更多 那他便能将慈爱和诚实 真正的诗给你了 无耻的伪君子 你没收了我所有的东西 还要我给你真相 这不公平 在你们这座充满同秀位的游乐园里 没钱办不成任何事 这应当是你个人的一局 无需家族的援助 你的行李带在那里 请便吧 相信你能用这代低贱的珠宝换来一切 这是赌徒最擅长的事 不是吗 出发吧 沙金先生 你自由了 我会在这里等你报喜 所以 这次会面不是审讯 但也根本不是什么谈判 而是一场彻头彻尾的私刑 对吗 怎么会 沙金先生 我真的只是想知道 一位偶然出现在他命案现场的过客 能有什么发现 仅此而已 对了 在你临走前 我还有个比较私人的问题 又怎么了 你 真的想要亲手毁灭这个世界吗 卡卡瓦虾 你去哪儿了 你受伤了 我把他拿回来了 姐姐 你去找他们了 太危险了 这只是一串项链 不能吃也不是水 没有他我们也能活下去 但我不能没有你 弟弟 不要再靠近那群卡提卡人了 好吗 姐姐 不要怕 卡提卡人很笨 但我很聪明 和他们玩游戏 赢的一定是我 赢 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告诉我 我和他们打了赌 赌沙漠里的两只小鸟 还有我 哪个会先死掉 我赢了 他们怀疑我出千 但我没有 我赢得光明正大 我知道你能赢 你一直是个运气很好的孩子 你的幸运 是第五神的恩赐 可这不是你去找卡提卡人硬碰硬的理由 他们嗜血残忍贪得无厌 别忘了爸爸妈妈 这只是一串项链 可是卡卡瓦夏 也是我最后的恰人了 我 姐姐 对不起 我以为你会开心的 因为 这是妈妈留给你的项链 以后不会再有了 他是很重要 但更重要的是你 我最爱的弟弟 我不会责怪你 但你要记得妈妈说过的话 痛苦和贫穷 是母神的考验 他也赐给了我们机遇 那就是你的幸运 卡卡瓦夏 你的好运是我们 也是所有哀为惊人 最宝贵的财富 你是受母神赐福的孩子 你能带领士族 奏向幸福 所以 永远记得保护好自己 也永远不要怨恨痛苦和贫穷 好吗 听话 向母神发誓 好 我向母神发誓 我会永远保护好这份财富 我会永远保护好这份财富 当妈妈在我们怀里慢慢变冷的时候 母神又在哪里 妈妈直到闭眼的那一刻 口中还在祈求她的原谅 姐姐 大家都说我聪明 可我不明白 如果每一场雨都是母神的宽恕和恩赐 那我们是犯了多少错误 才要为了死亡 而出生在这世上 不好意思 冤尾花加系的档案中 似乎找不到这位议者的信息 您提供的照片也无法匹配 这也在意料中 我想再请教下 人们入梦时 通常会留下什么痕迹吗 您是指入梦池的记录吗 设备会实时监测心率 血氧含量 体温 这些生理指标 并列入统计 交由家族筛查其中的异常数据 一旦发现非法行为 就要立即采取措施 请放心 监控各位的生命体征 是为了在紧急情况下 进行强制唤醒 一切出发点 都是客人们的安全 能麻烦您调取这些记录吗 抱歉 酒店没有这个权限 这些信息 由猎犬家系统一管理 只有出现具体问题时 才会转到这边 看来这里是查不出什么了 至少我们知道了 下一步该找谁 顺便可以向猎犬家系 打听一下案情 感谢您的协助爱丽小姐 对了 这羹鸟小姐还好吧 我们都很期待她的表演 还好 是什么意思 枝羹鸟小姐怎么了吗 协约大典的筹备工作 一直在有序进行 应该挺好的吧 相信她能为各位 带来最精彩的演出 嗯 一定会 果然没人知道 枝羹鸟的事 倒不意问 但那位刘盈小姐 也真是神秘 酒店系统中 竟然找不到任何有关她的信息 就算是拖度贩 入境后 也该有个伪装的身份吧 再加上她同为 遗产中夺战的参与者 要如何在神不知鬼不觉的情况下 潜入梦境 除了酒店客房的入梦池 还有其他入梦方法吗 遗者拥有常人难以理解的能力 在匹诺康尼的抑郁中 可谓如鱼得水 黑天鹅已经向我们证明了这点 而星河猎手的骇客小姑娘 用非常手段 解开了梦境酒店的封锁 且根据她看到的现场 刘盈小姐一案 背后是他们在推动 流光一停 还有星河猎手 确实都有可能呢 那公司呢 他们想得到匹诺康尼 肯定也会有所准备吧 你们是什么人 布拉沃工作小组 已抵达指定位置 准备执行武装疏散作业 小子们都给我动起来 武装疏散 老大 你是不是喝醉了 你懂个屁 这样效率才高 别让总监发现就行了 先斩后造 懂不懂 就 求命 我的年终奖金 都在那颗雪球上交代完了 我可不想自己的名字 删过我们的重大危机通告啊 喂 你看 这声音 是贝露伯格那帮公司员工 警告各位住客 星际和平公司 将在酒店开展特殊工作 请跟随负责疏散的员工 先往指定安全区域 否则将被采取强制措施 请你个大逃鬼 这群忌持不计打的家伙 都说了工作时间 不要乱喝东西 你们几个 赶紧把他拖下去 送回客房 晚点我拉个会议 好好复盘一下事故报告 该怎么写 可怕小姐 没想到会在匹诺康尼遇见你 好久不见 行穷列车的各位 你们的事 我从杀金那里都听说了 没关系 就按他们要求的做 尽量避免和家族起冲突 采取任何行动前 先和我汇报 好 如你们所见 公司在匹诺康尼 可是不太受欢迎 家族的地主之一 也只是表面客气 曾经的边陲监狱 如今要反过来 给公司职员 带上镣铐了 也只有带着 邀请函的杀金 被允许参加盛会 我们这些随行人员 连入梦资格都没有 只能在现实酒店停留 难怪是阿金到处找人合作 原来他在梦境里 得不到公司的援助 听说他处境不太乐观 我们在帮忙调查一些 对家族不利的事 对吧 在梦境外边 有什么需要随时和我说 公司向来不会亏待 合作伙伴 谢谢你 托派小姐 我们正要找猎犬们 打听案情 也许 你已经和他们 打过交道了 就在后边跟着呢 找他们就行 正好 帮我转一下视线 一直被人盯着太难受了 对家伙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